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陈湘如谢之后,杨子又一古装剧来袭,男一号颜值演技双飞二。 自从杨子新剧陈湘如谢开拍以来,就成了大家频繁讨论的话题。 后来,他主演的另一部古装剧陈湘如谢反响强烈,迅速提升了大家的期待。 不得不说,和他合作的第一批男主角演员,演技都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让作品有了更多的期待,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 作品的收视率和播放量有双重保障。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在杨子娱乐圈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通过带来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它的实力很强。 一部作品播出后,能迅速填补观众的期待,也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播放量, 在热度榜上也能有突出的成绩。 不得不说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古装电视剧青簪行。 谈论与他合作的英雄可以给你很多想法。 陈香如谢之后,杨子又一古装剧来袭,男一号颜值演技双飞二。 自从杨子新剧陈香如谢开拍以来,就成了大家频繁讨论的话题。 后来,他主演的另一部古装剧陈香如谢反响强烈,迅速提升了大家的期待。 不得不说,和他合作的第一批男主角演员,演技都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让作品有了更多的期待,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 作品的收视率和播放量有双重保障。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在杨子娱乐圈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通过带来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它的实力很强。 一部作品播出后,能迅速填补观众的期待,也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播放量, 在热度榜上也能有突出的成绩。 不得不说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古装电视剧青簪行。 谈论与他合作的英雄可以给你很多想法。 又一部紫色古装剧来了。 杨子的演艺风格越来越强,他有丰富的古装剧经验, 大部分角色都被他刻画得唯妙唯笑。 毕竟众所周知,一个领悟能力特别强的女演员, 凭借自身的优势,以极快的速度在荧幕上充分展现出他笔下人物的魅力, 从而迅速吸引观众的眼球,创造出可喜的成绩。 他主演了青簪行,被评价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为童星出道的杨子,被认为是一位年轻的女演员。 从他主演的电视剧来看,他已经成为了同龄演员, 实力出众,资源优秀。 只有从他手里播出的剧才能让人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既然他在娱乐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他演什么角色,都能吸引观众的目光。 相信他能在青簪行的剧本里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 第一英雄 颜值演技翻倍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和杨子,连妹主演的第一英雄, 被很多粉丝称赞为演技双飞的吴亦凡, 要知道,这个演员自带流量和话题。 自从他被娱乐圈的人关注后,他在粉丝中越来越受欢迎。 他参与的大部分作品都能取得可喜的成绩。 他非常看好自己和杨子共同主演的电视剧《青簪行》, 这部电视剧被认为是豪华的演员阵容。 自从剧组正式公布演员阵容后, 就成为了娱乐圈备受瞩目的作品, 尤其是看到剧组发布的剧照, 让很多粉丝都有一种迫切的期待, 希望尽快看到《青簪行》。 光是看到参与其中的男女主角, 真的能让大家有很多想法, 在娱乐圈被认为是相当出众的。 完全有能力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看到娱乐圈的两位顶级演员, 他们联手出演了古装电视剧《青簪行》。 无论剧情的创作模式, 包括让很多粉丝激动的演员阵容, 拔都无法尽快看到这部作品。 杨子已经成为娱乐圈能力越来越突出的演员, 和他合作的演员往往都是拔尖的。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看到演技都很好的吴亦凡, 出演青簪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